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2月1号买火车票到重庆 然后中途从汉口口认下来的 出站之后就惊呆了 就整个火车站完全一个人都没有 就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么一个地方 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网友 他写自己 他讲武汉是一个被遗弃的城市 然后那段话对我其实印象挺深的 我当时就想着说要不要过来 好 我是张展 我现在在一个火车站 现在在第七医院的文诊楼的楼前 他们这家医院是武汉市的定点发热医院 这是武汉人民医院的急诊科 我拍了几张医院的病人的照片 然后国宝就突然发现 就在警告我说 你不要去这些地方 家里是两个老子都是七十多岁 到现在我们又带到社区的关怀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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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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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我内心有一种反叛或者叛逆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拍 那我觉得这个是事实 为什么不能拍事实 然后他们这样一说就提醒我了 说我要先去把武汉的事实 让网上的人知道 去给外界的人了解武汉发生什么事 基本上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吧 恐惧的瞬间 比如说朋友说 这个国宝在整理你的资料 要收拾你的事 还有就是比如说 危重病人就在自己的旁边 自己有的时候身体不太舒服 就会担心说 我是不是染上肺炎了 大家好我是张展 我现在在一个小站 就是19年4月份的时候 就被他们关过40天 然后19年的10月份的时候 又被他们关了62天 然后每次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我做精神病监听 就给我压力啊 就非要说你精神有病 就是这样子的 也关过这个禁闭 就是关在那个禁闭室 关过7天 我也觉过10 我能想来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无法后退 因为这个国家不能够后退 点亮 在这样子里就无法内知 那么幸福 就会有点想法 在那个从来也没想法 有点灵气